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一個背後的訓練 無論是單手背後或是雙手背後 你都可以做這個訓練 包括一組很簡單的衣服 像椅子,你都可以做到兩種拍子 一種是高球,一種是低球 一種是低球,一種是低球 有兩種方法 首先,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以及我們會給大家很多自由訓練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各位的支持 好,現在分享 我會示範單手給大家 不過雙手都可以做到這個訓練 我們會示範高球和低球的分別 我現在示範 現在要去椅子 馬步 要坐好 屁股剛剛碰住 不要坐下去了 剛剛碰住,升高 雙手背後 我會用單手 轉動 我會單手 就是下方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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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給一個高球的 如果是低球的話 我一定要 保持低球 我會蹲下 然後踢 蹲下 然後踢 當我現在示範 下方 下方 我會有一個高球 還有一個低球 我已經練了兩個方法 我現在可以自拍 高球 低球 下方 就是這樣 大家剛才看到 我示範 是有一個高球 有一個低球 高球 我下方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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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球 我保持低球 因為 我以往經常聽 就是因為 我們想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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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球 低球 是低於 上方 我們一定要 爬上去 所以有一個低球 叫做 Bend the Knees Qing 希望大家喜歡 剛才的示範 剛才示範一張 這麼簡單的椅子 都可以做了兩個 訓練 就是高球 低球 高球 高球 就是 下方 低球 就是 下方 下方 現在都挺累的 如果你蹲了 五秒以上 你都會開始 有些 stability 的問題 如果你不訓練習慣 所以 記住 不要坐在椅子上 屁股剛剛碰到 希望大家喜歡 好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我們的 Coaching Tips 可以幫大家打得更好 當然 來找我們 Coaching Lesson Encore 是差很遠的 Coaching Lesson 我們Private Lesson 會送拍 這塊 300個Performance 球拍 我325 會令到很多朋友 會更上一層樓 會有一個好的Equipment 我們教你怎樣用 令到你可以更加RELAX 利用到拍一頭的力 令到你摸著Strokes 然後 打得舒適一點 好 感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一些有用的提示 See you King Bye Bye